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条反常的入住信息 一句看似无关的闲聊 他们办理入住的这个房间是四楼 但是他们提了另外一个215的房间 疫情 警情 案情 快真 快速 快审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刻不容缓 各位好 欢迎收看静说法 来关注今天的案件 今天我们关注的这期案件 要从2020年2月7日开始讲起 这天上午 两男一女三个人来到了 河北省邢台市公安局乔西分局 两名男子情绪激动 上来就说他们被人骗了三十多万 但是那名女子却很冷静 坚持说他们没有被骗 是由意想不到的状况造成了误会 故事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分歧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他骗我们口罩钱 他是李老师的 是这个沙庄那个韩某跟这个王某 领着咱们刑台一个女群众 姓黎他们来到我们这个刑队 多少钱你赚给他 三十多 沙庄这两个人 他们通过李某想购买口罩 交了钱 按照约定的时间 口罩没有到货 现在也没有退钱 我先听我讲一下 起初接到报案的民警以为 这就是普通的经济纠纷 我们第一时间是对这三个人 分头展开询问 就了解你看每个人的说法 到底是怎么样 你这不发货 二到时候先不退货 你开始 案发时正值新冠病毒疫情 较为严重的时候 口罩等重要的医疗防护物资紧缺 民警们意识到 如果这起纠纷不及时处理 很可能造成较严重的社会影响 这是四万 这是一万 这是三万 这个就是转给他的 对 王某他是下庄 某公司一个职员 公司委托他订购 12万只口罩 然后他就通过他这个朋友 韩某购买口罩 你看 这我给他 这转上低度 这我给他钱 韩晓鹏和王俊 就是来报案的两名男子 两人是多年的好朋友 王俊所在的单位 想采购口罩 就找到了在医药公司工作的韩晓鹏 但是韩晓鹏他们公司的口罩 早已销售一空 也在四处找厂家购买 然后这个韩某就在朋友圈 发布一个 求购口罩的一个信息 由于疫情爆发突然 又恰逢春节放假 口罩生产厂家 一时间无法满足巨大的需求 市场供应严重短缺 然而就在韩晓鹏 发布求购口罩消息的当天 他的一个朋友李璐璐 主动跟他联系了 因为我朋友圈 那会儿是有很多人 在卖口罩的 然后我就想着 那会儿也是疫情特别严重了 然后就是有资源的话 就介绍给他 李某声称自己可以买到 打量口罩 还给这个韩某发送了 这个打量的口罩资质照片 还有这个生产线的照片 看到了这些信息 急于采购口罩的韩晓鹏 并没有太多的迟疑 分几次把王骏采购口罩的钱 以及自己公司采购的货款 共计32万2000元 转给了李璐璐 我确认过好几遍 我说6号确定能到货吗 考虑到口罩厂家 生产压力较大 李璐璐告诉韩晓鹏他们 这几口罩最迟2月6日 才能交货 但是到达这个交货日期的时候 二人并没有收到口罩 然后他们找这个形态这个DMO 李璐璐这时才告诉韩晓鹏 自己也是托朋友帮忙买的口罩 但是从2月4日开始 她的这个朋友电话关机 失去了联系 有失联 但是比如说下午这会失联 晚上的时候她就会回我 不会失联很多天 4号就开始联系不上 一直到6号 我想着她6号怎么着 都会给我一个答复 但是没有 此时的李璐璐也感觉到 事情的严重性 这才跟韩晓鹏他们一起 到公安局报案 通过对李某的询问 翻开她的手机 然后也能初步证实 确实存在 网上联系也好 购买口罩这个事情 李璐璐告诉办案民警 她的这位朋友叫孟广军 半年前竟然介绍认识的 那天她看到韩晓鹏发的朋友圈后 就跟孟广军聊到了这事 孟广军提出自己有门路 可以帮他们联系口罩生产厂家 然后沙庄那边的把钱给了我 然后我就转转 就所有转转转转给她了 对 是怎么转转 有微信 有支付网 我们对李某的这个手机网银 包括他自己提供 包括我们这个也调查一下 进行核实 他确实是把这个 沙庄的韩某和王某 交给他的30万货款 直接原封不动地转给了孟某 询问中办案民警发现 虽然联系不到孟广军 李璐璐很着急 但是他并不认为孟广军存在诈骗行为 他回忆起孟广军失联后的一个细节 李某通过朋友打听 朋友给他说 孟某去了河南拉口罩 然后在河南那块被扣着 但是具体扣着 河南给河北高速交界处被扣了 不让走 所以李璐璐认为 他的朋友孟广军并没有骗他们 而是由于疫情管控的原因 运输的过程中 在高速公路上连人戴口罩都被警方扣押了 有可能他不构成形式案件 有可能就是你们之间 就是买口罩 你给我钱我给你钱 就是之间经济纠纷 为了证实这点 李璐璐给办案民警看了 他和这个朋友的聊天记录 这个名叫张萌的人是李璐璐 通过孟广军认识的 他和孟广军关系很好 因此孟广军失联后 李璐璐才想到找他打听消息 然后我们在我们这个户籍系统里边查询 因为这个孟某的名字比较大重化 涉及的人比较多 然后我们就一个一个让这个李某进行辨认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查询和辨认 李璐璐终于在众多户籍资料中 指出了他认识的这个孟广军 确认是他偷了 孟广军 男 今年25岁 河北省邢台市邢台县人 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是 尽快将这个孟某找到 于是办案民警着手走访 河南到河北的高速公路管理部门 调查是否有运送口罩的车辆和人员被查扣 我们这一组是去了大广高速 河南河北交接处 去那边了解情况 我们到那以后通过直签交接 还有当时这个防控部门进行了解 人家当时跟我们说的就是 没有这种情况 根据李璐璐提供的信息 口罩是从河南某厂家直接发货的 从河南到河北 只有两条高速公路 大广高速的调查没有线 大广高速的调查没有线 办案人员又去了京港澳高速 相应路段进行调查 随后办案民警又联系了河南警方 他们近期也没有查扣过口罩等防疫物资 实际上这个就是加重了这个默默的嫌疑 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分析这个 有可能还真是个性战 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期间 韩小鹏发朋友圈求购口罩 李璐璐看到消息主动跟他联系 说他的朋友认识口罩生产厂家的人 有了这个关系 双方谈成了一笔30多万元的口罩生意 但是交货当天不仅口罩没到 李璐璐的这位朋友孟广军拿着钱 也离奇失联了 在这期间有人通过微信告诉李璐璐 说这批口罩在高速路上 被公安部门给查扣了 可经过办案人员核实 并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民警们推断 应该是有人精心策划了这一系列事件 这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应该就是孟广军 此时他会在哪儿呢 疫情期间案情重大 刑台是公安局乔西分局的办案民警 丝毫不敢耽搁 既然孟广军和那批口罩 没有被有关部门扣押 办案民警决定 去他户籍登记的地址 查找他的下落 这次走访调查 办案人员没能见到孟广军的家人 更没有找到他本人 他的邻居反映出来一个线索 据邻居反映 这里是他父母的住处 而孟广军已经很久没回来住了 他在新南县的一个小区 有个住处 他有可能在那儿居住 然后我们又马不停蹄地 赶到这个新南县这个小区 这一次办案人员再次扑空 孟广军依然不在家里 民警通过小区的邻居和保安了解到 孟广军确实住在这个小区 不过最近一段时间并没有看到他回来 为了证实这一点 办案人员调取了小区门口的视频录像 以及疫情期间小区的出入登记名册 确实没有发现他在该小区出入的痕迹 几路办案民警先后回来 但都一无所获 这让负责这起案子的中队长刘大伟犯了难 作为我们当地来说 疫情期间发生的涉疫情类的诈骗 从公安也好 从政府也好 都特别重视 除此之外 来自受害者一方的压力 也让刘大伟他们感到肩上的担子不轻 受害人就没有离开心态 实际上这对于我们来说 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随时在给我们打电话 不停在问进展 这个都是对我们来说都是压力 孟广军没有找到 案件陷入了僵局 面对重重压力 侦察员们又该如何入手呢 考虑到孟广军没有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离开刑台的记录 办案人员分析 他应该在本地还有落脚点 但是他们将疫情期间 还营业的宾馆酒店查了个遍 也没有找到孟广军的登记记录 于是专案组决定扩大排查范围 从孟广军周围的亲友查起 看看他们有没有可能帮他安排落脚点 很快 一条重要的线索浮出了水面 在2月6号的时候 张某在形态某酒店有入住登记 办案人员提到的张某是孟广军的好友张萌 也是他通过微信告诉了李璐璐 孟广军和那批口罩被河南警方查扣的消息 这是我们的疑问其实是比较大的 因为疫情现在也比较严重 现在这个酒店的管理 或者说小区管理都比较严密 一般大家都会在家不出来 这个时间点在外面有住宿记录 张萌这条不同寻常的住宿信息 貌似和孟广军没有关系 但是自从办案民警证实了张某所说的 口罩被扣是虚假消息后 他就和这起案件产生了密切的关联 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很大的线索 所以我们决定从这儿切入展开一个调查 你好 问一下 前台反映说有张某入住的情况 但是说张某在2月7号 也就是我们来这一天的上午 已经退房离开了 他到底有什么时候来的 宾馆的工作人员告诉办案民警 张某是2月6日晚上来开的房 开房的时候是两个人 但他说另一个人只是陪他过来 并不住在这里 于是就没有登记 而且今天上午退房走的时候 确实只有张某一个人 那么前一天晚上陪着张某来开房的人 会不会就是孟广军呢 通过就是视频录像进行查询 但是当时戴着口罩 不能确定是不是孟广 宾馆的工作人员回忆 他们不确定跟张某来的男子 什么时间离开的宾馆 但是他们在开房的时候 有一个细节很反常 他们在前台 不知道谁提了另外一个房间号 他们半里入住的这个房间 是四楼 但是他们提了另外一个 215的房间号 张某开的房间在四楼 他为什么会提到那个215房间呢 我们去查找这个215房间入住的人 这个房间入住的登记人 跟我们目前已知的情况中 出现的人员都没什么联系 也没什么关系 侦察员从宾馆服务员那里了解到 这个房间的客人登记的名字是刘兴隆 他并没有退房 但一早就外出了 现在不在房间里 我们还是觉得这个215 是有更大的关联可能性的 所以我们决定 在这个酒店的周围进行蹲守 我们一直蹲守到晚上12点多 发现还是没有人回来 疫情期间很多民警的日常工作室下沉到社区 参与疫情防护 办案警力一度非常紧张 而他们在侦办案件的时候 也遇到了重重困难 包括一些社区 社区已经封控了 有的职能部门已经不工作了 比如银行也好 或者说是通信部门也好 你再去调取化单 可能又调取不出来 小区你走访也好 调查也好 那个时候都需要人家戴口罩 进小区都特别困难 我们也怕被传染 但是没有 谢谢大家 孟广军张萌去三亚的男子 正是邢台市某酒店215房间的登记人刘兴隆 这个人很可能知道孟广军他们的下落 所以我们决定折返到酒店 对这个215房间的人展开调查 宾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民警 住在215房间的客人凌晨才回到酒店 回来的时候还带了两个人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侦察员首先查看了他们返回酒店时的监控录像 通过查这个酒店监控 发现回来的时候是三个人 然后通过仔细辨证这个监控录像 发现你写回来的就是孟默 或者有孟默的朋友张默 画面中最右侧的人就是孟广军 他的出现 一下子让这起案件有了重大转机 专案组决定立即对他实施抓捕 监控录像明明拍到了孟黄军一行三人回到酒店 为什么215房间却只有张默一人呢 经过我们学问这个张默 他说同行的这个伙伴在另外一个四楼一个房间 于是我们立马赶到四楼那个房间 同样的方法撬开房门之后 发现里面入住的其实有三个人 其中经过何时身份就有我们要找的这个孟默 孟黄军到案后并不承认自己有诈骗行为 一再强调自己确实联系过口罩生产厂家 并拿出微信聊天记录给民警看 从这些聊天记录里面办案人员了解到 孟广军在1月底2月初 确实与河南某口罩生产厂家联系过 但是我们查看他的聊天记录以后 中间有很多段档 从时间来看 有的间隔比较小 有的间隔比较大 孟广军在和口罩厂家负责人聊天时 确实涉及到了购买口罩的很多细节 但是办案人员仔细查看了这些聊天记录 还是发现了里面的问题 说话顺序来说不能连贯起来 就是说有些信息他可能删除了 不仅如此 民警还发现 孟广军虽然和厂家聊了很久 但始终没有跟厂家达成交易 也没有发现他跟厂家的转账记录 在证据面前 孟广军彻底放弃了侥幸的念头 然而孟广军并没有联系上其他购买口罩的渠道 也没有将三十多万货款退回 第一反应是想赶紧联系别的厂家找补 想办法把口罩袋找回来 但是由于市场价格炒得太高了 一天一个价 当时给买家说的是一块五个价格 已经买不了了 都已经涨到一块九两块三了 然后后边想 算了别找了 然后就把这个钱汇坷 钱已经到手了 然后这边就被这个重复了头脑 孟广军将其中十几万元 用于偿还了自己的债务 剩下的钱也为他四处游玩挥霍一空 那么张萌在微信里 跟李露露说到的口罩被查扣 又是怎么回事呢 说点时间吧 说点时间 然后我得确保被扣了 手机可能是得关机网线 然后让他来不上我 那你用人手机 人家就让你用吗 我没有给他说 我就说用人手机 我使不下 孟广军交代 他只是临时借用了张萌的手机 用张萌的口吻给李露露发微信 告诉他孟广军和那批口罩都被警方查扣了 因此才没办法联系他 事后孟广军随手在张萌的手机上 删除了这些微信内容 因此张萌并不知情 疫情之下 他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们几个正在讨论 假案突然给我打电话 这给了多少钱啊 一天的时间 就把这个案件移送到了法院 快真快速快审 时间就是责任 坚决与严厉惩惩 绝不手软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刻不运缓 案情终于真相大白了 邢台市公安局乔西分局的民警们 只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 就将嫌疑人缉拿归案 做到了事快真快破 但是随着新冠病毒疫情的蔓延 各单位的管控措施越来越严格 这起案件的起诉和审判 都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 比如嫌疑人虽然到案 但是短时间无法收押在看守所 而法院的审判庭 由于环境相对封闭 在疫情期间不具备开庭的条件 如果不能及时开庭 涉案人员的定罪量刑 涉案赃款的后续追缴工作 都很难进行 那天针对这个案子 我们几个正在讨论 贾安院突然给我打个电话 贾安院说 我们通过这个执把办系统 日常训杂 发现了你们正在办理这个 按照上级要求 我们需要快速地介入这个案子 要求我们快点对这个案子 进行调查取证 尽快地报复 我们连夜加班 对这个案子进行南山 在他给我打电话 第二天下午 我们就把这起案件 报复到贾安院 疫情期间 为了能够确保每一起案件 尽快侦破 尽快审理 刑台政法机关推行的 执法办案系统 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安民警在侦办过程中 乔西区人民检察院 就可以从执法办案系统中 查看到案件的最新进展 检察机关先是对嫌疑人 孟广军采取了 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 然后按照起诉的标准 协调公安民警 进行证据的搜集整理 公安机关2月7日 接到报案 8日嫌疑人落网 13日这起诈骗案 就已经移送审查起诉 经嫌疑人孟广军同意 法院采用了检疫审判程序 开庭时间可以尽量缩短 包括处事证据 也可以检验的处事证据 能达到快速审理 快审快捷的效果 这个案件是刑台市第一起 涉及防疫物资的案件 乔西区人民法院院长 董英辰决定 亲自对此案进行审查 我们经过研究 认为这情节比较恶劣 及时就制定了审理方案 当时是疫情期间 交通也不变 两个危险人是在石家庄人 也赶不过来 经过和公诉机关 公安机关进行沟通 把这个在那个临时审判厅 射到了乔西分局新警队 各位伟生 清台市乔西区人民 杰海雅齐事夫 被告人包括大家都 按照这个正常听审的要求 在这个临时法庭 进行了开庭审判 这个案子非常有教育意义 所以说他及时进行审判 及时进行了公开宣判 为了就是达到 让老百姓看到这个案件的效果以后 引起警示 不要盲目地购买口罩 造成自己的这个财产损失 运用刑事审判的手段 达到震慑犯罪效果 这个案子发生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 不仅诈骗数额巨大 尤其是涉及到防疫物资 我们执法部门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将对一切破坏疫情防控工作 影响社会治安稳定的违法犯罪行为 坚决予以严厉惩处 绝不手软 口罩在平时就是普通的防护用品 但是在疫情期间 却是非常重要的防疫物资 今天这起涉及防疫物资的诈骗案 从公安部门接到报案 到法院开庭审理并宣判 仅仅用了十几天的时间 做到了快征快速快审 既有程序制度上的有力保障 也有办人员业以继日的努力和付出 我们向他们致敬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多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